捍卫民众的食品卫生安全 花蓮县卫生局除了不定期会派议员前往各大贩卖地点来继查 也可以帮民众检验自家购买的食品是否有违规的添加物 包括了过氧化氢、二氧化硫、造黄等 卫生局也提供了免费试剂 让民众可以带回家自行检测 花蓮县卫生局有全线唯一的双认证检验室 底头各项仪器设备可以立即检测食品的成分 维生物含量以及是否有超量的添加物 为了捍卫民众的食品安全 卫生局机查人员除了不定期前往各大贩售地点机查采样 也提供了免费试剂 让民众带回家自行检测 很多的民众对自己家里的食品是不是有问题 会产生一个疑问 可是送到我们卫生局检验 大家觉得好像很麻烦 所以我们会先提供给民众三种免费的试剂 那这三种免费的试剂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一个名称叫做过氧化氢的检验试剂 那过氧化氢的检验试剂最主要就是俗称的双氧水 那最主要是让民众像比方面条 我们常吃的丸子 他你觉得可能有漂白或杀菌的这种效果 想验过氧化氢就可以来拿这个检验试剂 那第二个检验试剂叫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是我们花脸最常见的像金针 竹参或是萝卜干 你如果怀疑他说他的二氧化硫的含量有多少 也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个免费试剂 那第三种提供给大家就前一阵子 问题很夯的像豆干的表面 是不是有造黄的色素 那这个色素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造黄的色素我们也有做了一个免费的试剂 那提供民众如果你怀疑你家里的豆干的染色 不太正常你觉得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索取 卫生局提供的试剂是一般最常见的过氧化氢叫做漂白剂 二氧化硫叫做防腐剂或者是饱色剂 还有造黄叫做染色剂等三大项添加物的检测试剂 民众如果对自己购买到的食品有安全上的疑虑 可以前来索取免费试剂 或者是把有疑虑的食品带到卫生局的检验室 让专业人员为您检测 以确保大家的饮食卫生安全 介络会欢事报导